今年51岁的香港女星钟丽提是一位中月混血儿 1993年参加国际华裔小姐加入演艺圈 1994年在与郑一剑金城武合作主演的人鱼传说中是小美 令她迅速走红东南亚 从1994年人鱼传说中的性感玉女 到2001年万娘中成熟妖艳的继母 再到色界中美丽有人的爬马 钟丽提绝对是90年代香港性感女神的代表人物 1999年她还被知名男性杂志评为2000年度亚洲最性感女性 但是她在感情路上却跌跌撞撞一共经历了三段婚姻 1998年她嫁给外籍丈夫两人育有一个女儿 但是婚姻仅仅维持了4年 2004年她嫁给中国台湾的音乐制作人颜征 并生育了两个女儿 2011年两人选择离婚 直到2015年她在恋爱真人秀节目《如果爱》中认识了 比自己小11岁的内地男性张伦硕 虽然两人的恋情在当时饱受外界的抨击 但是两人依然不顾外界的闲言碎语 在2016年组建了幸福的五口之家 而且三个女儿全部改姓张 一家五口相处融洽 还经常在社交平台大晒温馨的家庭生活 不过仍然难逃一些网友的恶言攻击 近日中立提在直播时 因为饱受部分网友的恶意攻击 突然崩溃大哭 哭诉自己长期以来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表示太累了 中立提在直播中哭诉道 我知道很多人嘲笑我 我知道很多人嘲笑我的婚姻 嘲笑我的穿衣风格 嘲笑我的身材 但是我也是个三个孩子的妈妈 不要对我太多要求了 让人不禁大感心痛 中立提 近年虽然没有作品与大家见面 但是依然通过社交平台和参与综艺节目 抱持着热度 早前她开直播教跳舞 却被网友讥讽一身的肉 对此她边哭边透露自己 为了保持身材 每天吃二十几个鸡蛋 但是担心胆固醇超标 只能选择吃蛋清 不难看出 为了保持身材 中立提的确付出了不少 中立提也坦言 自己今年已经51岁了 为了怕网友们 说自己和老公的年龄差距太大 自己已经在竭尽全力的健身 美容 让自己能够有一个最好的状态了 她在直播中哭到两眼通红 并恳求网友们 所以你们不要再说我了 当然直播间也有不少网友 为其加油打气 其实作为90年代的性感女生 51岁的中立提 无论是样貌还是身材 都已经保养得非常好了 完全不像是她的真实年龄 也算是圈中的动灵女神之一 之前她分享的各种动态 正能量的评论还是居多 她在一段冲浪短片中 大晒火辣身材 灵修图的她 起现玲珑有致 体态相当的美 当时有网友就留言表示 这才是健康的身材 这身材绝了 中立提自从和张伦硕结婚后 一家五口生活的也相当的幸福 所以闲言碎语真的不用放在心上 自己开心幸福才是最重要的 中立提1970年出生于加拿大 蒙特利尔 母亲是越南人 父亲是中国人 所以中立提是名中越浑雪儿 后毕业于加拿大 魁北克大学工商市场系 随后到香港参选国际华裔小姐 获得了国际华裔小姐冠军 何俊朗造型奖儿出道 1993年霍蒙特利尔华人小姐和国际华人小姐称号 曾还主演过许多出名电影 包括《九品芝麻官》 《芝白面包青天》 《破坏之王》 《九七加油喜事》 《晚娘》等 还与李连杰一同主演过电影 《中南海保镖》 更是让中立提的事业更上一层楼 1994年中立提被媒体评论为 性感女神随后与正一见金城武麦佳琪合作出演的人鱼传说 让她迅速走红东南亚 1999年获得了《新马地区》杂志读者评选的亚洲最性感女人之一 2001年获得亚洲性感女神称号 2003年获得了北京到云南中华环境奖宣传万里行宣传大使 2004年获中华环境奖形象宣传大使 2006年获书夫家儿童少年基金会爱心大使 2007年获爱思病基金中国大使 同年还获得了中国最美50女人 2011年获世界百大最美联孔第57位 同时获得了世界百大最美联孔 2012年获一路由你爱心大使 2013年时尚先生曝光了一组中立提 为杂志拍摄的写真大片 同时被誉为性感女神的中立提 再一次向我们完美展现冷艳 性感妩媚的女神气质 同年参加了网友在新浪微博发起的辣妈大赛 获得了首届辣妈大赛总冠军 被网友获封最性感的中国辣妈 2014年1月11日 中立提与三个女儿第一次携手 参加人生第一次 2017年1月 作为首发阵容加盟花样梦工厂第二季 2018年获得凤凰网时尚之选 时尚魅力榜样大奖2019年 中立提与丈夫张伦硕及婆婆加盟芒果TV真人秀 我最爱的女人们 中立提的事业一直都顺风顺水的 但是爱情上却几经波折 最终遇到真命天子 1998年中立提与外籍丈夫结婚 并且生下一女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 最终两人于2002年结束了这段婚姻 与外籍丈夫离婚后便与严征相识 最后2004年两人选择结婚 2008年中立提剩下一名女婴 取名为Jayden 随后2010年在北京诞下Kella 最终两人结束了7年的婚姻 直到2015年与张伦硕在真人秀节目上相识 两人于2016年11月8日结婚 10日的时候中立提在微博发布动态 贝文说道那天我成为了你的新娘 我对你没有别的要求 只希望你下辈子早点来娶我 我爱你 以后请叫我张太太 粉丝评论道好的 张太太希望你们一家永远幸福 给你一个爱的吻 少见的评论 清一色祝福 两夫妻都是很好的人呢 2019年中立提在微博发布与家人一同出游的动态 贝文说道昨天好开心去了莫奈的家 想想那时候她下午茶画的画 那时候没想到她可以画出那么美丽的画 而且她的花园真的很美 都不想走 粉丝评论道中姐穿纱裙真美啊 你原来适合穿这样的衣服 又美又减零 特别是你们俩站在大树底下那张像一张油画 好好保存吧 有纪念意义 你也太美了吧 雅雅一家人整整齐齐好幸福 中立提的一生可谓是坦坦荡荡 事业有成 如今也遇到了自己真心爱的人 一家人和和美美相亲相爱 孩子也能健康成长 希望今后这个家庭也能快快乐乐无忧无虑 中立提最近在自己的社交网站发布了一条动态 并在网上晒出了一条与两个女儿一起在草坪上跳舞的视频 引起了很多网友的注意 画面中中中立提母女三人已经换上了防晒服 而在她们身后则是一座豪华的大房子 中立提和她的两个女儿在自家的草坪上进行了一场为期一小时的集体舞蹈比赛 开场前中立提就带着自己的两个女儿做了一个伸展运动 看起来还挺专业的 果然是个经常锻炼的人 即便有防晒服也掩盖不了她们三个的好身材 在中立提的指导下两个女儿也都学得很快 画面里三个女人跟着音乐翩翩起舞扭动着腰肢动作整齐 中立提的两个女儿双腿都很修长 中立提的大女儿常年不在国内很少有机会和中立提一起出现 所以她的两个小女儿自然也就更受人瞩目了 小女孩考拉因为和张伦硕一起上过亲子节目而出名 在综艺节目中她那双明亮的大眼睛让很多人都喜欢 几年后考拉已经长成了一个漂亮的女孩 她继承了她母亲的美丽和修长的双腿 二女儿张思杰虽然从小就被人说没有考拉漂亮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容貌也变得越来越美 而且她还喜欢跳舞所以她的身材和气质都很出众 很多人都说她和中立提很像 中立提的三个女儿都很漂亮也很优秀 遗传也很好从中立提的日常生活中她就能看出 她的家庭环境很好 她的两个女儿都是在这个温馨的家庭中长大的 好了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